這間地牛不斷翻身 尤其在清晨的時候 花蓮就發生了三起的勇敢地震 最大震度來到四級 專家研判真是八一六地震的余震 不過不只要留意余震持續之外 山區還要嚴防落石山崩 因為受到第二代還有西南風影響 隔離天氣不穩定 氣象局發布了十二線式的大雨特寶 屋內吊燈來回碰撞 敲擊出巨大聲響 立燈曬一夾同樣不停左右擺盪 全關門面的始終更是猛烈荒動 回顧四月二十七號凌晨 各地劇烈搖晃 就是零四零三大地震余震 但這個噩夢恐怕再度上演 因為十七號凌晨花蓮一連三起 有感地震搖醒許多夢中人 零四零三大地震余味還在 加上週五一早的六點三強震 帶起花蓮周遭地牛再度活躍 從十七號凌晨三點二十七分開始 花蓮近海規模四點一地震 緊接著四點四十一分規模四點三 隨後六點十九分規模更來到四點七 花蓮最大震度來到四級搖晃相當明顯 兩個地震序列在進行 在那個花蓮外海的那個 就是那個六點三帶出來的 那個魚震是蠻多的 南澳的那個外海 有一個那個規模那個五點七 後面也陸陸續續 也有一些小比較小的那個魚震 大大小小時快 邊坡滑落洋起大片灰塵 只現在不僅得留意魚震持續 剛好嚴防好雨帶來大量吐石造成嚴重災情 因為受到迪亞帶影響 各地雲量偏多 雖然高溫都還有三十二到三十四度 但天氣不穩定容易出現 劇烈降雨 周末是位於整個迪亞帶之中 那我們可以看到比較大的雨勢都是位在 整天性的話是位在南部地區 那中南部地區的話 其實都會由西南風帶來的水氣影響 那其他地區的話 我們還是要留意 可能在中午的前後開始 就會有午後雷震雨 尤其西南風加上午後熱對流 更可能出現短延時強降雨 雨淡在炸四天 外出散步離生 以免大雨吃全身 記者羅源如黃志杰台北上報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